簡報的23頁 簡報的23 剛剛我們雖然透過Copilot 可以直接跟Suno溝通 對不對 可是啊 它所用的這個Suno的版本 是比較舊的版本 也就是它是2.0的版本 那在這個月 剛剛有提到 Suno 它開放的V3的版本 本來這個部分是只有訂閱者 付錢的才可以用的 現在呢一般免費帳號也可以用 所以要麻煩大家你幫我打開 23頁這邊 這裡有一個Suno的網站的連結 你幫我打開 我們直接殺到它官方網站直接來用 你就可以感受到 剛剛我們那一首 2.0生成的歌 還有點怎麼樣 甘露能的感覺 就是那個 唱歌的時候啊 那個清晰度還沒有那麼高 可是你到了V3版本 跟各位報告一下 已經快 已經有那種 就是 錄音室等級的 整個完全不一樣 那個程度不一樣 因為上個月 我有朋友 才訂閱而已 我們現在 就可以用到它訂閱的功能了 所以 你看 你打開了 有沒有看到 雖然沒有登錄 畫那個 帳號 是不是就可以先瀏覽 也就是說 你現在一進來 看到的是 別人公開的這些 創作的樂曲 那如果你想自己創作的 你就到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Create 左手邊這裡 好 你就按一下Create 這個時候就需要 登錄帳號 它登錄就很簡單了 你就直接 不過授權就比較快 它就沒有那麼麻煩 左手邊 有一個叫Create 好 你就把它登錄一下 這樣你就會進入到 你自己的 創作的界面 還有你 創作的 之前的這些清單 就會列出來 好 這樣有沒有看到呢 就是這樣的界面 當然你要用中文翻譯 這個都OK 那 您看喔 進到這邊來 你看 中間這裡 因為我有用那個 AI生成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我舊的 它不見了 好 2.0的 它幫我拿掉了 都剩3.0的 有沒有注意到後面有一個 深層的版本 深層的版本 可以喔 好 那我先給各位聽一個 好不好 因為前幾個禮拜 不是地震嗎 所以你看我下面這個 下面這隻手 我就 跟Chad GT對話 來 你看 我透過這樣子 有沒有就保留我完整對話的內容 所以這個很方便 就是像這樣 你要能夠把對話分享出來 好 因為呢 地震了 所以我就請他幫我 生成一首 這個具有 撫慰人心音樂風格的 然後他跟我推薦的叫做 新世紀音樂 叫New Age 我不知道 老師跟同學 對這個New Age 有沒有一點概念 有嗎 有聽過這種風格的嗎 這個風格的代表 應該就是有一個歌手 叫恩亞 這個 恩 亞 這個 好 那剛剛這個Only Time 有沒有 這就是他很著名的一首歌 我先給大家 現場的同學稍微聽看看 然後 我直接跳後面就好了 這首歌 就是他 就像剛剛這個對話裡面所講的 這種New Age 比較柔和 寧靜 有沒有 那他除了會有一般的這個音樂以外 還會有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元素 把它帶進來 那 我那時候 是請他翻譯成英文 所以他就幫我 生成 英文的這一首歌 好 那這個歌呢 來 我會把它 貼給大家 做參考 在線上的我就 貼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現場的就 來聽看看喔 你看我把它點下去 好 打了一下 各位 各位 有沒有感覺 對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2.0生成的完全不一樣的記憶 這樣你知道以後去咖啡廳 不用點歌了嗎 也沒有版權問題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囉 好 那你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這裡 你看一下左手邊 剛剛那個是生成的 在這邊我們先用標準版的 就是 你在這邊把你的提示詞給他 然後呢 你其實還可以指定什麼 你要什麼風格 你要用什麼樂器 事實上都可以喔 那如果你只想要純音樂可以嗎 可以 把下面這裡勾起來 這樣就是純音樂 他就不會幫你唱歌 這樣理解 好 那下面這個V3版本 我想就不用 不太可能再切回V2了嘛 對不對 你已經體驗過了齁 所以你看喔 我把我剛剛問我們 Copilot的 在這裡 各位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要複製這個內容 千萬不要幹這種事情好嗎 蛤?為什麼你一定要用最難的 因為這裡要眼到 手到 才能夠拖曳過去啊 人家下面都有這個好嗎 哈哈哈哈 我們TrackG也有齁 都一樣齁 TrackFail也都有齁 所以你就直接複製就好了 那我就拿來這邊 把它貼上 它一次呢 會幫你伸成兩手 所以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下面就伸成兩手了 那這裡的時間會更長一點 我們剛剛Copilot的V2 它只能伸成一分鐘左右的 可是呢 在Suno V3版本 它可以伸成兩分鐘的 當然如果你的內容比較長 你要伸成三分鐘四分鐘 它也有方式 也可以做 但是預設都是伸成 就是兩手 兩分鐘以內的 你看已經伸成好了 所以以後我們要多利用 禮拜六上課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速度快很多 哈哈哈哈 沒有人跟我們搶 好你看我們先聽看看喔 K-POP 好這一首 好點下去 有沒有歌詞 有沒有在右手邊 辛苦付出的愛 無法永遠與表達 你是我的永恆 你是我的永恆 無論是光 怎麼變 在心底 從有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聽看看下一首 好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是不同的手 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給它什麼 你要比較輕快的 就是那些風格啊 你都可以給它 這樣它就可以生成更多 那你記得 跟它講中文 它就給你中文 跟它講其他語言 就給你其他語言 如果你很單純 只要純音樂 你就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只給你純音樂的版本 那請問你 這裡有沒有生成歌曲的數量限制 你覺得有沒有 當然有啊 AI是有限的資源好嗎 所以你每天會有幾點 會有50點 然後生成一首歌應該是扣5點 所以你有10首歌 但是我現在發現它是在左手邊 在這裡 你看 我的550點 它現在好像多一個0啊 我生成一首歌好像扣10點 還是5點 在這邊 它的點數在左手邊 好像現在有開放比較多 但是我還不是很確定 這個我要再確認一下 好 你看喔 下面這一首 這兩首 它就沒有歌詞 它就只有純粹的音樂而已 好 我們聽看看 這樣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你來這個網站 有沒有覺得 你音樂作曲 就很厲害了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 真的AI就像有魔法一樣 對不對 當然如果各位呢 你需要什麼 就是進階模式 你可以把這個進階模式打開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把你的歌詞啊 做更完整的一個描述 甚至你要什麼樂器 怎樣風格 就直接告訴它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說 其實 現在AI真的很方便 可以讓大家 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跟我們做影像處理一樣 以前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學習什麼工具 怎麼用 對不對 現在是 你要花更多時間 去思考 我要做什麼 你沒有想法 AI對你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雖然你可以問他啦 但是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現在十點半 我們先讓大家起來休息一下 好不好 大家起來先動一動 我們大概 差不多十五分好了 好 休息十五分 我們中間大概就休息一次 這樣大家比較不用太辛苦 就 四十五分 我們再回來